机动市环保局向市议会报告 公益青年就业补助电动机车计划 推动几个月后 目前为止 申请出去大约100台电动机车 会继续努力 因为它这个有牵涉到一点 我们在受理申请到实际上发出的时候 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 它会有一点点数量上的 没有办法那么精确 那我目前可以跟各位议员做报告 我们大概目前发出的车 大概在100辆左右 有市议员认为 这代表青年电动机车方案 是失败的 青年电动补助方案 电动机车辅助方案 3亿8千万 但是我们的目标是5万台 目前只有一百台 成效不达1% 我们要如何 你要如何来说服基隆市议会 能够追加预算 再来推动我们所谓的 青年电动机车补助方案 3.8亿你现在连零头 连8亿都还用 你连8千万都还用不到 你现在跟我提 你说你要提追加 我说实在的 我真的看不太懂 你真的要把人民的纳税钱 要怎么样去挥霍 怎么样去使用吗 如果是100辆来计算 也就是市政府的咨询率 为0.8% 那也就是连1%都不到 以这样5个月100辆的速度 平均一个月的申请数量为20辆 需要625个月 也就是要花52年的时间 才能够消耗完这1万2500辆 如果说市长真的认为说 有必要要调整补助对象的话 我会建议他要改成叫做 基隆市民公益就业电动车补助计划 另开一个专案 但是这也代表着 我们的青年电动机车的计划 可能是失败的 但是也有议员认为 可以透过滚动式的调整 例如放宽申请电动机车年龄资格 让这项符合环保趋势 又能够兼做公益的良善计划 继续执行 林佑昌推动假牙政策 第一波也是失败的 基障反弹很多 回到议会以后 我们也是协助林佑昌放宽政策 甚至追加预算 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帮林佑昌 现在的议员不能帮谢果良 我再强调 哥哥罗的政策 是市议会通过的预算案 议会有责任 协助市政府把政策推动成功 那既然基隆市的年轻人 认为这个政策他们不需要 那我们就把它扩大年龄层 我希望我直接建议 把22岁放宽到30岁以上 我相信这样成交就会出来 如何的来去增加这个 我们的这个执行率 那我们当然是年龄限制 予以放宽 资格条件予以放宽 用心想做推动我们这个 电动机车 我希望在放宽条件的话 能够给我们 事务有一个空间可以飞赏 这个电动机车的申请的对象 大部分都是在青年这部分 但是这个年龄的部分 能不能因为李林长这些 有需要这种电动汽车的 一个必要性 这是他们也是可以作为一个 申请的对象之一 那事实上 既然我们有意要推动这个 这个环保政策 那么还有那么多人有期待 我们是不是 金融市因为我们做成一个决议 赋予金融市政府 你去做一些 这方面的考量 你不要完全只针对 哪些少数的人群 导致你这个政策没办法普及 失败才会知道要怎么做才会成功 我是建议啦 最后是才41年初 因为这41年初最多 我还可以啦 我41年次我还可以骑摩托车 如果可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只要目的就好 结果就好 至于过程 我们都可以继续在研讨啦 对于议员们的质询 市长谢国良被寻时 感谢议员们的建议 市政府会严拟新的方案 放宽民众申请电动机车的年龄资格 坦白讲 这个我觉得来申请的人数 一定会跟我们的门槛 有非常紧密的相连关系 那这个我也很感谢议员 有给我更多的支持 让我以更宽的门槛 更宽的年龄层 更低的月费 以及更弹性的供应方案 来让更多的广义的青年朋友 到41年次 现在是不是都是青年朋友 都可以来参与 那我是觉得说 我们会尽快把这个方案拿出来 那因为要做什么决议 提供什么资料 我是觉得我都尊重啦 但真的重点是 我们要拿出一个新的方案来 鼓励更多年轻人来参与 而不是说提供一些 很致死的书面资料给议会 我觉得 那我们会尽快的 马居长 我们尽快把新的方案来 把它这个 因为真的是原本就是等六个月 那这六个月实在等太久 我们是不是把新的方案 尽快提出这样 好不好 我想做一个 还有谢谢 大家今天都很好的建议 我全部都接受 谢谢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各位预言同仁 是福哥大王